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没有说就要打领带 老师这种就是属于那种书生形象 有自己的特色在 像我们这种是没有什么内容的 所以就只好打领带 那个停号太兴趣 好了不要 我们今天请黄老师 其实根据目前10月底盘中领股交易新制的一个上架之后 做一个新的一个梳理 其实这一次的盘中领股交易上架之后 就是小资组相较起来可以更容易的买到股票 相较起来是一个好的资组 但是这当中有没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做关注 今天请黄文老师来 特别来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做一些延伸 我们先请教黄文老师好了 黄文老师买过领股吗 我以前就是买领股 我想说你都是大户 都一张一张买的 我不是出生就大户 我二几岁也是小户开始 小资组开始 小资男 也是买领股 现在的领股交易制度是 一天只戳合一次吗 对两点半 等于是你出的价格越高越容易买到 可是只有一次机会了 所以通常会买贵哦 对他每天2点25的时候会有最佳五档买卖价会看 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买到的话 可能在2点29分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卖价 可能已经秀出来嘛 你可能比他高一档就有可能成交 但有时候会比收盘价高很多 那你也可以选择放弃 对一般来讲说领股的成交价 会比收盘价会高一点 那感觉就买贵了 感觉买一张比较划算 但是 问题是买不起 对都买不起 而且不一定有时候你盘中买 到收盘的时候反而下跌 就是说你盘后 对 你多两三档 但是不见得说比你盘中买还要贵 盘中的时候买要收盘下跌啊 对其实盘中领股也不代表 你一定可以买到便宜价 但是你比较方便 你比较方便来做一些交易 至少不用像上班族 已经上班族都要等 一天做一次机会 对啊然后两点多 然后大家都挤在厕所那边下单 对对对 我们今天请华文老师 特别从他擅长的食品股 来做一些延伸 其实华文老师 累积到现在有这么大的一笔资金 其实跟存比较有关 反而不是说投资的策略 是随时在变怎么样 其实重点是存是不是 对啊 其实我就把股票当成是我的公司 那我刚退伍的时候 也是小资组啊小资男啊 一个月就一两万块啊 我也不可能买整张嘛 对不对 我一直从零股开始 是 我那时候一两千块 我都买零股 是 那就慢慢累积慢慢存 那我特别中爱 刚刚提到说 我特别中爱食品股 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不管怎么不景气 不管你什么新冠肺炎 都是要吃 对 所以食品股在我的比重是非常大 那刚上一页是我的股息 嗯 就是说从 我从08年开始统计啦 那事实上我存股大概 十五六年了 那我从08年开始统计 那时候 不是从零开始 那时候我股息已经有 大概十几万了 那到今年 刚好十倍耶 一百八十万 股时有十几万 那当时的资产 应该也有个三四百万 对 以五%来算 然后三四百 这个我们要拉回来讲 华人老师会建议啊 现在小资组老师说啊 一个月要挤出一万 其实都很辛苦 那你建议他所进行的 投资的方式 是属于这种 每个月定期定额来做投入 还是说相较 因为本金也不多嘛 那干脆积极一点 去炒作你认为啊 相较比较有题材的个股 你会建议他就安稳的 一万块慢慢的投资 还是说追求 一直用短期上的一个报酬 辛苦 大家工作都很辛苦 每个都很辛苦 除非你中乐透 或很安静汤子出生 那一开始我们刚出社会 可能薪水真的不高 但是我觉得真的要辛苦一阵子 不要辛苦一辈子 你说一万很难 难就给它难 至少每个月存一万块一万多 然后开始慢慢累积 那保证 你只要不要选择太离谱的股票 是 比如说像很多金融股啊 油电燃气股啊 持平股啊 像我喜欢环保股 其实都不错 ETF都不错 对 你只要不要买到很离谱的一些 炒作的生计股或电子股 其实长期来讲 你只要给你自己10年 15年的时间 假设你出社会 几岁 25 25 15年 40岁 40岁 就可以累积到 我的目标是1000万 来我们把这张图表秀上来 各位观众朋友就可以有一些借金 因为目前 其实你说年报酬1% 银行那都算多了 对啊 现在要1% 对啊 下0.1% 对 但是你说每月投资1万块 年报酬率12% 12%很多 这比配息的资历率还高很多 对 因为资历率含它的成长 含股价的成长 资本力 就像说 波克夏 是 巴佩特波克夏 他过去50年只有配息过一次 而且巴菲特很后悔 他把波克夏赚的钱配息给股东 就股东拿去乱花 不如巴菲特把钱留下的公司 自己投资 所以波克夏从来不配股 但他股价长期都是越涨越高 这很有趣的一点 我一直跟很多存储老师在聊 就是说很多存储老师 一直认为配息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从美股的角度来看 有四成的基业 从来没有发过配息 Google Facebook亚马逊 沿波克夏 我们最喜欢的巴菲特 他竟然 波克夏是没有发放过太多的配息 就发过一次 对不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作为一个投资 到底是关注它的配息比较稳健 还是要关注它的长期的资本利得 关注的资本利得比较重要 都要 看年纪 如果像我们比较年轻 你比较年轻 做得比较年轻 我们比较老 对不对 比较年轻 那个我们可以成长股比较多一点 因为加来我需要 可能我要环游世界 我要有什么一大笔资金 我需要运用的时候 我把股票卖掉 那时候价差会很高 像波克夏 但比如说我现在已经五六七八十岁了 对那我只要可以有稳定的生活花费 每个月十万二十万 我买东西不要看标价 这样就够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 未来可能二三十年太高的成长 我就去可能比较适合投资一些 比较配息比较高的股票 就看年纪 这个黄文老师 您说的这个相较比较有成长的公司 这个还是要做一些更细致的分析 就是这个成长的股票 您讲的是说 稍微比较稳健型的这种全职股 台积电这种 还是说相较具有这种成长性的 比如说我预设未来的5G产业链 有哪一些中小型的个股 它未来是被低估的 所以我要做投入 我预期不是预期三年五年 比如说5G电子股 刚才我们讲电子股 其实电子股它生命周期比较短 了不起三五年 可是我存股是十年二十年 所以为什么我中情于食品股和环保股 因为它不受景气影响 它没有像科技股那样子 可能典范转移 可能现在的高科技 未来不是高科技 对所以我们会评估说 短期三五年 像以前流行的面板太阳能 或者4G 现在是5G物联网 所以基本上高科技我是不碰 那这个观念我是来自于巴菲特 对我是稳重 比较看长远的 那食品股是可长科技 而且过去十年食品股的 不管配息还是股价 它成长幅度都非常的巨大 老师啊 您这样的意思是说 像我是比较年轻的 我想要多一点成长股的一个配置 可是我又不可能去买电子股 那这个成长股到底对我来说是什么呢 食品和金融相较就是比较 相较要非常或者说特别保守的人 特别来持有 像我比较年轻 也未必 那我应该持有什么 食品股你要看它的市场 比如说中国大陆 它现在人民所的GDP开始成长 所以人民人均所的增加 他们就喜欢饮食西化啦 等于比较常吃面包啊蛋糕 烘焙业成长的机会就蛮大 而且饮料也是 他们的这个中国大陆那边饮料 哇一杯十块二十块人民币都很贵 所以在中国大陆可能烘焙业 餐饮业就是一个成长不错的产业 而且这两三年就是成长服务都十几 老师讲的意思其实有 其实某种程度 食品股已经像在稳健部位里面 相较比较有成长的股票了 看市场 就是看市场跟看产业 但是前提是你这个公司要 是龙头公司 你不是说是末半端的 那就有风险 就是我喜欢龙头寡占的公司 那这个公司已经是 在这个产业已经是第一名第二名了 所以长期 所以这个市场它可能大者很大 它只要不要 公司经营者不要做太离谱的 这个过错 基本上大者是很大 可是它跟金融股比较起来 食品股其实相较于金融股 至少我们从过去的历史表现来看的话 就是基效是比金融股 还要再好一些些的 那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不是我们对于这种部位的调配 等于是我认为食品股的成长性 比较多一点点 那我相较也比较年轻 我也比较愿意去接受这一种 相较资本利得上的一个成长 我就多配置一点 我觉得相较不错 而且过去有 绩效成长证明的食品股 那我金融股可能相较 等我比较这个老年之后 因为它是特殊产业 它也不会倒嘛对不对 我相较在握友是有多一点 没有这样的状态 没有错 不过黄老师 您这样子来说一个大者恒大的局面 让我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真的要大 那我不是应该去购买可口可乐吗 我要买台股要干什么呢 我都买全球型的就好了 可以 可以 可以当然可以 所以食品股其实不只局限于台股 当然 对当然 像我买在大陆市场有些比较成功的企业的股票 那当然你可以负委托开美股股头 当然可以买可口可乐 卡夫食品这么大的这个全球性的公司 当然是可以 OK我了解意思 其实我们做这种长期的一个存股投资 相较起来 低点要稳 稳 对你不可以说买的股票暴起暴落 哪一天我退休 五六七十岁退休了 结果这个股票就突然 这个像电子股一样 突然暴跌或者说倒闭 那我们食品股是不可能的嘛 总是要吃啊 你只要选择龙头产业 不管再怎么样 民以食为天 我觉得有趣的一点 其实刚刚华伦老师提到巴菲特 其实华伦老师叫华伦老师 因为跟 从外华伦巴菲特 对华伦巴菲特 其实是出版社帮我取的艺名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一点是 其实要讲真的 其实过去十年 波克夏的绩效是输给 S&P500的对吧 过去十年 那过去五十年呢 五十年就不一定了 差很多 对对对对 差很多 是不是说明了一点 其实跟今年的状况也很像 今年其实不管是食品 还是金融 还是穿产 整体来看它的绩效是输给大盘的 那又从巴菲特过去十年输给 整体的S&P500 其实代表的就是 这一波过去十年的牛市 都是靠科技股在成本 其实你1995年到2000年 巴菲特是输大盘的输科技股 那2000年以后 哇那科技股就泡沫了 对那时候 那时候大涨的那个什么 大抗股软体股全部都崩跌 甚至股票下市 所以在1995年到2000那段时间 对巴菲特也是坚持不碰科技股 对那时候其实巴菲特都看很长 对那这五年十年 那的确尤其是今年 对我们台积电 光台积电一档大概 就涨1200点 其他股票不要动台积电一档 你想想看我们最爱的这些配息的这种存股族群 金融股食品股 对甚至一些存产 今年甚至绩效不只输给大盘 甚至有些绩效还是富的 对不对 对所以今年老实说 所以是不是买点 所以其实从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补涨空间 对啊 殖利率高啊 有些你说下跌殖利率不是更高 所以其实 其实它获利是没有衰退的 明年配起来是会成长的 其实大盘来到这样的高基级水位 这些股票都是低基级 对你反正买电子股反正是会 某种程度有一些风险 对不对 我了解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或者中美贸易 川普的一些华为禁令 中心办法的禁令 造成转单 造成我们国内一些半导体 客戟股大涨 是 但这是短期在长期 两年后呢 川普会当选都不一定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风险 其实这就是看透人生 就是你把时间拉得够长 因为我们常在节目中跟大家做说明 说投资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每一次都赢 你就算赢到了65岁 刚好来到退休年龄 你还是得回来做一个稳健的资产配置 否则随着你的年龄越大 你的资产越多 你只会开大你的杠杆性 因为你以为你稳赢了嘛 对不对 只有一次就会输完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从华文老师擅长的食品股来做一个出发 我们食品股的优点我们不讲了 因为食品股有优点太多了你知道吗 我们讲一下 食品股稍微有点不见能力的地方 其实有一点就是 它的流动性其实不是特别高 交易量不是特别大 你想想看 如果华文老师现在存股存到这么大资产了 已经变成主力了 已经变成大股东了 我把食品股市买下一股 直接股票下市 对 真的真的 那如果这个时候 你要进行大规模的资产的出清 或者说食利率 或者说这个EPS 每股营运的表现 已经不符合你预期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大批的出清 遇到流动性风险怎么办 股票一卖就跌停板那怎么办 所以这种冷门火所造成的交易量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面对 你说 卖不出去是不自于 除非你故意卖到跌停板 是 都会有人接 你看上礼拜跌几点 上礼拜跌几点 三百 中跌是六百九十八点 六百嘛 对 你看中华时得卖 对 他收红大统益 他其实 有时候大跌三四百点 他收红涨一角两角 那他的波动其实不是 跟大盘有一个叫beta系数 波动率 波动率 他跟大盘其实不相关 对不相关 所以说你要卖 不会卖不出去 除非你故意卖到跌停板 是 对 那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 是 因为像这些食品公司 其实我都持有很久了 那公司的大股 我每年去开股东会 是 所以公司的高阶主管 甚至董事长 总经理 财务长 我都 认识 董事长 董事长 是大股东 对 所以其实据我所知 他们的股票都在他们的大股东 甚至高阶主管员工手上 像我去烘焙展 是 那有一个这个行销副理 是 他只有他们公司的股票 就一百张了 高价股 两百多块的 那其他员工也是 是 对 其实外面流动少是因为大部分的 公司的员工 主管 其实股票都没有卖出来 对 所以不会说你卖卖不出 如果说你要转移之 比如说你要转移股票 要换股啦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那你可以慢慢来 你不要一笔啊 一百张给他卖 你真的会卖到点击板 你就挂在那边 自然就慢慢卖出去 这有趣 就是说 会给你分好几天调节的 老师你的意思 其实说明一件事 就是其实食品股的筹码 相较起来是比较干净的 很稳定 是很干净的 不会说什么散户冲来冲去 可能股价波动性大 你现在反而也不敢炒啊 因为他炒上去也卖不掉啊 对对对 他把它拉抬 只有自己出不了货 对反正 所以反而比较稳定 嗯嗯 其实从这样一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更 拿到一个这个流动性风险 其实相较于散户啊 其实问题不是特别的大 对 没错 但是我刚才这样子一聊 其实聊到还是有一个风险在 对 叫做个股风险 就是说 其实也不只是食品股啦 你就算买金融股单一个股 虽然金融股有一个 特许产业的保护 相较比较文件一点点 但是买任何股票 就跟台积电一样 要不是Intel的转单效应 这一次涨幅也不会这么大嘛 对 个股的风险一直都会在 华伦老师有没有想说 那就买ETF 或者说 国外的类似食品组合的ETF 会比较好 为什么要买单一个股呢 我自己就组成一个食品ETF 所以我的食品股有卖饲料 哦 对我们人是不会吃饲料 是 动物都要吃 对对对 对 有卖面包的 卖鸡肉 鸡鸭鱼肉 有卖饮料的 有卖豆腐的 对 有卖咖啡的 可是 可是我小资主啊 我资金量不大 我根本就没办法组成自己的资产配置 那这个时候 您会建议说 小资主没关系 你先买ETF 等到你其实 当你的本业 随着你的年龄开始增大之后 你再开始做一些食品股 这些相较资本利得 可能比较容易超越大盘的这些股票 是吗 组成太厉害了 是这样子吗 还是说 你要组于拉怀 对对 就是买零股了嘛 对对对 分在投资组 那我没有拉资金 就是只要买零股 对对对 我 我不是一开始就一两千万 三四千万 我一开始一两万开始 我白周起家 我没有靠家里了 对 我一开始也是五千块 一万块慢慢存的 对 那我存了16年 是 对不对 才有今年股息180万 所以就是慢慢来比较快 所以买不行 因为我之前常举一个例子 跟观众朋友说明 因为我有一观众朋友 就是特别关注我 他也照着我说做定期定额 对 他买什么定期定额你知道吗 他买0050一张 然后呢 他是小资组嘛 一年最多就挤出二十万 所以一次买在今年一月 一次买在七月 然后三月第一点买不到 定期定额也是失效 所以这个时候 没有啦 不能这样讲 不能 你存股长期投资 你不能只看一年 要看失眠 真的啦 不过可是这样子的话 你看今年的低点 那你不然就005050 应该不会太困难嘛 你可以不要一月七月 你跟每个月二十万 你可以分在每个月买一万多块 所以定期定额 有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你至少要以一月 或是每两个月 每一季来作为一个 买入的一个时间点 这样是每个月啦 每个月比较成就感 每个月买一点 有薪水 多的薪水买一点买一点 然后你每次看 每个月看 你的股数增加 就会有成就感 其实就用零补的方式 最容易达成 尤其是10月26号之后 盘中零股交易就会上市 我们这张图表 我修给各位看 其实这两年以来 散户最爱的股票 都没有华伦老师的股票 都是一些0056 或者玉山金一些金控股 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 一些电子的全职股 这些股票当中 都没有食品股 老师的想法是如何的 对 其实我的投资观念 全部来自于巴菲特 那巴菲特喜欢不受景气影响 那喜欢在自己能力范围 喜欢独占垄断 龙头企业 他说赚钱的秘密 就是找一个独占垄断的公司 那一开始我 其实我的长辈都买金融股 都什么金什么中兴金 国泰金 因为他有特区产业 不会倒吧 对 一般我们长辈说不会倒 配息有稳定 对 但是竞争是不是太多了 挺好你把台湾的银行讲出来 可能一分钟讲不完 对 就竞争很激烈 而且他们手续费也不能涨价 也没有什么定价权 对不对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说 可以涨价 独占的事业 那你说食品 我刚刚讲了这么多种类 对不对 有鸡肉的 饮料的 这个烘焙的 豆腐的 沙拉油的 很多啊 那我选每个材料龙头 这样子 对 它市场率到30-40% 50% 甚至有些60%以上 所以这个相对来讲风险就比较低了 对 那一开始我也是慢慢买零股这样子 其实从整体报酬来看 我们就可以这样 其实食品股的长期的绩效 不管配息 不管股价的上涨幅度 都是比金融股好很多 金融股就是说 就不会倒嘛 那长期殖利率也不错 然后股价也是慢慢的上涨 你说它要变地雷股 什么跌到下市 很难 也不可能 对 不太可能 对 大概就是稳定 对 那稳定 对 稳定是第一个条件 那就是说在你金融股 配置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那建议可以分配到其他的类股 是 不过我们从这个图表 来做一些更细致的延伸 其实就会发现 金融股 从股价净值比来做一个观察的话 它总有高基期和低基期的时候 但是如果是从食品股的角度来观察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食品股永远都在创新高 从一个长年的一个角度来看 就好像一个长年的强势股一样 我们就好像很难找到一个 相较比较便宜的价格 所以就定期定额咯 这很简单的道理 它上涨不是因为它乱涨 不是因为炒作 是因为它的EPS跟它的配息真的成长 那为什么食品股它长期EPS获利 跟配息会一直成长呢 是 那个十年间二十年前 听到出生了没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出生了 刚出生了 刚出生了 那你小时有没有吃过鸡排 有 有没有吃过卤肉饭 王子面还涨价了 有没有吃过茶叶蛋 有 有嘛 王子面科学面都吃过 七七主家巧克力 有有有 果汁一杯饮料 红茶 对 那现在翻了几倍 所以长期来讲 食品股股股就是可以 比较可以抗通膨 是 对 所以它长期 只要说原物料上涨 成本上涨 薪资 员工薪资上涨 它就可以用售价 调涨来就增加它的获利能力 所以你看长期食品股 尤其那些龙头产业的 龙头公司的食品股 它长期EPS跟配息 都是稳健的成长 所以股价也是稳健的成长 那它的波动不大 其实也是也是不错 适合我们存股主 是 它股价不会像电子股 这样暴起暴落 就慢慢的成长 你看一两个月 它可能不会动 你看十年就动很多了 所以非常适合定期定额 其实有趣的一点 就是说其实食品股 整体不管是波动性 比较抗跌一点点 还有一个有趣的一点是 食品股它的平均的 现金股利发放率 通常高于普遍的一个产业 就 因为它也不需要做什么资本研发 它基本上赚到的钱就发给你 所以股利发放率是很高 观众朋友可以做一些参考 我们节目来到尾声 一定是告诉各位小资助 因为食品股 并不是说像金融股 可能一两万就可以买到一张 有些股价相较 还是比较高一点点 当然高一点点是因为 这几年的资本益力 这样子堆上来 从零股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10月26号盘中的零股交易 就要开始了 黄文老师有没有给一些 小资助要一些建议的 就在买卖零股上 有一些操作上的一些策略 对 因为我们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喜欢买零股 因为零股可以买很多张 都这么有钱 都买几百张还要买零股 买几百张我也希望 我一次买三百张我也希望 可是没办法 我要买 比如说买五档股票 可是每一档就只能买三百股 不能买三百张 对 而且就说 像我也不会去判断股价的高低 有时候怕会再跌 所以就保留 所以没有那种什么 高基期少买一点 低基期多买一点 没有这种策略 有 跌的时候会多买一点 跌的时候会多买一点 对 当大家看到 这个电视上都是 什么什么说 脸书上说大家 那个叫什么 我OK你先买 对对对 看到大家插这些 你KO我在卖 对对对 就是 其实那恐慌的气氛 其实 会影响你多买一点 我都可以感受到 只是说你敢不敢 那个时候买 那其实你习惯之后就知道 你在那个时候 当你害怕的时候 你去出手 其实是比较安全的 当你买的时候 觉得很乐观 你什么都不怕的时候 反而是危险的 我比较害怕的是 就是说 假设我们的心态已经克服了 股票也真的都跌了 但是你买不小心买太快 钱先用光了怎么办 所以慢慢买零股 所以我说我到现在买零股 我买一张20万股票 我可以买几次 你3000块的大户 然后还要在这边买零股 各位就知道 买零股其实是很有作用的 尤其盘中零股交易制度上市之后 基本上整体的效率会更好 不过我们从盘中零股的交易当中 还是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各位的 那个就是 手续费的问题 零股你想想看 很多小资族心里总想 他想说 我每天少喝一杯饮料钱 他买一股 其实这从手续费来看 好像不太划算 20块 你买一个50块股价的股票 买一股 然后手续20块变70块 你买一股70块 所以是因为券商 多数都会有设一个 最低20块 千分之1.425 那如果高于20块 假设在没有折扣的情况下 那就是你成交金额的千分之1.425 那基本上这样推算 就一次至少买一万四千块以上 那一万四千块 那也一个月要结束一万四千块 对小资族来看也有难度 对啊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Google一下 有些券商 它有一个 对小资族朋友是不错的制度 它是现在定期定额每个月 就盘后买零股 手续费只要一块 一买一股也是一块 一买五百股也是一块 这么好 一块而已 定期定额 定期不定额都可以 一个月可以改 可以改几次 好我们就不公布券商了 对 其实大家稍微查一下就知道了 对啊 我们等建商给我业配费 我们再来推荐说是哪一档建商 好了 感谢华文老师 今天的一个传道作业解惑 其实我们时间比较赶一点点 我们针对食品股 我们针对复利效果 我们也给各位具体 你想要买这些股票的建议 就是不要去预设股价 就反正你觉得大家很恐慌的时候 你多买一点点就是了 对 如果你怕买太快怎么办 买联合慢慢买 慢慢买 对不对 所以其实时间不急 果然老师其实我最佩服的一件事情 就是随着长时间的推移 果然老师几乎是没有迟疑过 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老师说 古灾发生的时候 人人都会质疑 我心中有信仰 有信仰 我家里书归一排巴菲特的书 对 当我有困惑有烦恼的时候 书拿跟圣经一样看 我觉得厉害的是怎么样 就是当古灾发生的时候 你笑了 这个就是你完成你的信仰的时候 对不对 好 感谢华文老师今天的一个参与 感谢各位今天的一个传道社会解惑 我们记得订阅 请帮你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感谢华文老师的参与 谢谢 我们的期待 下一次古灾的时候 你可以来我们节目告诉我 你已经买了多少股票 感谢各位 拜拜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